为了让民众的生活更加充实 花莲施工所开办了各种手作课程 这个星期假日在客家文化会馆 开办的是矿箱石DIY 邀请到香芬老师 教民众亲手制作 美丽又芳香的矿箱石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现场 和大家一起体验DIY的乐趣 手作是最有温度的体验 为了丰富民众的生活内涵 花莲施工所开办各式各样 有趣又实用的手作课程 这个星期假日在花莲施客家文化会馆 登场的是扩箱石DIY 市长魏嘉贤也亲自到场 和学员们一起来体验手作的乐趣 那我们要特别谢谢我们客家委员会 对我们的一个活动经费的一个大力支持 还有花莲县政府 那让我们在每次开办课程的时候 都有一些经费能够来依注 那当然在这个课程里面 虽然工所的经费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也找到非常不错的老师 能够让所有的课程 能够跟市面上的课程来做衔接 那也把客家的元素放进去 也更把花莲的在地元素放进去 那我们希望说 每一个民众透过手作的课程 能够制作出自己疗愈的一个小物 那也可以帮助到自己在家庭的一个氛围 今天做拓箱石的一个制作 那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课程 那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上面 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 那手作就是一种方式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来上我们科研所所开办的 那不只是科研所 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个科室都开办不同的课程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然后爱上手作这件事情 那今天拓箱石的部分也结合我们在地花莲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模组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制作出自己喜欢的 我知道外面这一堂课程可能要2000多块 外面光上的部分 那工所有负担一些 然后老师也愿意把一些价钱找到最便宜的一些食材材料 那让这些东西能够更平民化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得开心 然后祝大家每天都能够看到自己所作的东西 就能够心情放轻松 花莲市公所邀请到香芬达人吴韵诚担任讲师 在有限的经费预算下 吴韵诚老师选用CP值最高的材料压低成本 自己又不领取讲师费 纯粹只是想带给市民朋友更丰富有趣的生活体验 花莲市公所表示 未来还会继续开办各式生活进阶课程 也欢迎市民朋友可以踊跃报名参加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